大S和汪小菲离婚一年 最近为汪部旅行离婚协议 击钱约500万元赡养费再度闹翻 21号新闻爆出了当天 汪小菲情绪激动 发文怒骂了一整天 把S家从头到尾都骂过一轮 接着第二天本来喊话要到台湾 结果几乎人间消失 由妈妈张兰带打 开炮对前媳妇各种不满的事迹 眼看事情是越演越烈 23号中午汪小菲态度突然软掉 带微博跟大S喊话 咱们夫妻一场 昨天我急了 是你发起的战争 说我不给家用逼得我上热搜 文中甚至说 要把那块最在乎的床垫给烧掉 汪表示都过去了 咱们不再互相伤害了 你是我孩子妈妈 我感谢你 我什么都不说了 把孩子照顾好 180度大转变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网友也在底下傻眼留言 什么东西啦 是带精神分裂吗 怎么突然又妥协了 还有网友点名 你的文字还爱他 直接公开求和大S的原因 也引起外界的讨论 未经讨论